第五章 勸勉作長老的 我借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 同享後來所要顯現知榮耀的 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無要牧養在你們中間上帝的群羊 按著上帝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也不是核製所託付你們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到了牧掌顯現的時候 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勸年幼的當以謙卑促妖 你們年幼的也要信服年長的 就算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促妖 給此信服 因為上帝阻擋驕傲的人 慈恩及欠卑的人 所以你們要自卑 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聖高 誰將憂慮射給上帝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射給上帝 因為他故念你們 無要緊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囚的魔鬼 如同敲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 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那次諸般恩典的上帝 曾在基督裏照你們 得享他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 賜力量給你們 願權能歸給他 直到永永遠遠 阿門 我略略的寫了這信 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 世拉 轉交你們 勸勉你們 又證明這恩 是上帝的真恩 你們無要在這恩上 暫立得住 在巴比倫 願你們同蒙 簡選的教會 問你們安 我兒子馬可 也問你們安 你們要用愛心 彼此親嘴問安 願平安歸於你們 凡在基督裏的人 凡在基督裏的人